我爱满堂 爱我就爱乐呵 我爱满堂财 你们好 我在提一片大事 开始开始好 我爱满堂财 我就爱乐呵 像是小饼平出但是大不让你说我 我爱满堂财 我就爱乐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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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三二一 老公啊 最近这个营业额不错呀 如果今天这个销售额能达到十万 我就送你辆车 一辆车 谢谢领导 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 一辆车去哪自驾游呢 是南极还是北极呢 啊 这个转个圈 游够不够啊 说走就走的旅行 好 听说你最近工作不错嘛 来 欢迎蒋阳 谢谢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咱们交情这么好 怎么 都行 行 我说了啊 我呢 不仅会唱歌 我还特别喜欢喜剧类的节目 当然好 我这次唯一一个愿望就是 你能帮我找一个喜剧老师吗 你要演小品呢 对 对 老师啊 对 最近好忙呢 行的行的 你放心 这次你给我找了好老师 我不会亏待你 真的 真的 你怎么不亏待我呢 我给您特意准备了一张 支票 现金支票 上面随便写 真的 我这个营业额不就完成了 这辆车就倒手了 哎呀 太棒了 您要找什么样的老师 我们这儿都有 大概找一个吴彦祖 杨朝伟 等会儿 刘德华 比他们差点就行了 要求不高吧 没有 肯定有 我相信您的实力肯定有 你帮我找 真 有 你看我说准了吧 有有有有有 你别激动 拿好拿好 为了为了年终奖 这也得有啊 我现在就打电话 有一位赵老师 在广州那一带可有名气了 能唱能跳能闹 是吗 小品演的好 脱口秀也不错 好 我先打电话啊 行 喂 赵老师啊 我是朱鑫啊 你在哪里啊 在舞台上 在舞台上啊 干嘛呢 演小品 你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啊 我们赵立荣老师的艺术学校成立了 在这儿啊 我专门来招聘我们的客座教授 我先说说我们的条件啊 第一呢 您得是赵老师的忠实粉丝 第二呢 你还得多才多艺 第三呢 您还得姓赵 有没有够条件啊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来来来 哪位哪位哪位 哎 大家好 向导你好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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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是姓赵吗 我姓赵 太好了太好了 你想把这包放下吧 好嘞好嘞 我姓赵我姓赵 你来你来 我给我条件 哦你姓赵 太好了 你叫赵什么呀 赵西西 哪个西啊 西西笑脸的西 你怎么叫这名啊 就是我天上有那喜剧细胞啊 哦 太好了太好了 你看我什么时候来上班啊 你又上班了 那叫什么 我说了不算 什么呢 得观众说了算 太容易了 我今天来的都是我们家的人 你们说对不对啊 哦 这都是你家里人啊 都是我们家的人 太好了 那这样 我考考你啊 你随便给我夸一个观众 我看您夸的好不好 哪个都是我们家的人 真的啊 那我点一个啊 好好好 那位 那位先生 您看见了没有 哎呦 哎呦 我把这位先生说一说 他长得就像我大哥 哎呦 我大哥很不简单 男女老少都喜欢 他长得就像刘德华 很像刘欢 哎呦 他讲得笑话笑死人的 人家都说他整个一个龚汉林 哎呦 呦 太棒了 这是我们家的人 我从观众的掌声看出来 你通过了 哎太好了 恭喜你 你就成为我们的客座教授了 谢谢 你回去准备啊 好嘞 等一下校长 你们这还缺人吗 缺啊 我跟你介绍一个 谁啊 我爸爸 我爸爸 我说你爸爸就别来了 什么 那个你们家就来一个就够了 哎呦 我这两下的都是我爸爸教的 你不知道我爸爸跟赵丽荣的关系啊 什么关系啊 他这个赵丽荣是我爸爸的粉丝 他说谁 我爸爸是赵丽荣的粉丝 哦 这么回事儿 但是我们真的你爸爸就别来了 不行我爸爸不来不行 你说你我爸爸来的很快就来 你别着急 哎呀我爸爸来的还不容易吗 哎你真人 我爸爸很漂亮的很帅的 哎呀我爸爸最爱穿这衣服就在就在这糖妆 又穿起来可漂亮 为什么他就看到赵丽荣演的小品以后 又他也喜欢穿这种衣服了 帅不帅 嘿嘿嘿嘿 大家好 哎校长听说你让我当那个教授了 谁让你当教授了 我说那个大叔啊 嗯 我先问问您啊 您贵姓啊 我跟我儿子姓了 不是我也姓赵 你也姓赵啊 行啊我说你们家什么辈儿呢 他叫赵丽荣 你叫啊 我叫赵哈哈 你们家怎么一嘻嘻一哈哈啊 我是那个马大哈的哈 哈哈哈哈 那个可以说我我什么时候来上班呢 什么就上班了 你这你来当教授我还没考你呢 还在考试啊 那当然 你考什么你说吧 赵丽荣老师啊 他在演小品之前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语剧表演艺术家 对了 对了 你会不会唱评剧啊 我当然会了 你也会 想玩吗 是要玩 我这会儿不认识 我在那 这不是巧啊 这是呢 加巧 我看你挺幽默的 我看你能不能这样 你表演一段平剧里滑稽幽默的片段 那没问题啊 可以吗 我跟你说赵丽荣老师有个哥哥 那也是评剧表演艺术家 是吗 他演的那个头角 全国有名 我模仿他 好啊 我来一段那个评剧里面那个 线罐爆花灯 哦 那也得有个三花脸啊 我这把胡子摘下来 马上摘过 三花脸吧这不容易吧 你随便找一个那个那个那个串口贴 往这一沾 他还真有办法 还有个那个 线罐的帽子 我都戴了 既然当教授 你啥又不戴呢 我都得戴了 我戴上以后 您再一看 好 告你 嘿嘿 抬抬起抬起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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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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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缺人吗 缺啊 谁啊 我爸爸 不是 那个 你怎么还有爸爸呀 我没爸爸 我从哪儿出来了 我说您都多大了 我78了 那您爸爸得 108 我告诉你们 看喜剧的人都常笑 对不对 我说大爷 这不瞒您说 我们这儿招教授 不是招进老院的老人 我爸爸比教授还高一级 还高一级 对 那是什么呀 他是博导 他是什么博导啊 他一拨就倒 那就更不能来了 不来不行 谢谢您 开玩笑 你不让他来 还回我活不活 不行 我爸爸非来不可 再说我爸爸 你想想我的一切都他教的 我再说我还吵 告诉你老华侨 我爸爸多是108岁 看起来就像18岁 差不多 老爷的 校长 听说您让我当教授 老爷爷 我听说您演武唱歌 我演唱摇滚歌曲 您这没唱我就知道了 准是个摇滚歌 是赵丽蓉的老粉丝 有您看 我扶着您点 我看了他的小品 没看一次年轻10岁 您看看人家这年纪 行了 爷爷 我还是别离开您了 我告诉你 我看不见他的小品 我睡不着觉 您看看人家这个 这 不不 老爷子 你扶着我点 我扶着您 我扶着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这样 我今年108岁 但是我要在这展示一下我的才艺 行行行 爷爷 既然您都来了 您就在这表演一下吧 这样 您就给大家伙唱首老歌 我干嘛唱老歌啊 我唱那个90后 10后最喜欢的歌 那什么歌啊 小苹果 我送下一颗松枝 终于藏出了故事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再将星星送给你 春夏月亮送给你 让太阳每天为你生气 变成蜡烛燃烧四季 只为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 生命虽然爱你 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爱散墨 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脸 温暖我的心 我点亮我生命的火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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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就像天天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了 花儿开满山河 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我爱小苹果 我必须不想介绍一下 好 赵阳桌马 非常棒的一位歌手 赵旭林老师 这就已经叫老师了 是吧 老师不吗 我那张指条拿到手了 你知道吗 赵阳有一个愿望 现在歌唱得好 但特别想演小品 表演 想拜个老师 我们就上一课呗 那还得学语言课 语言课台词 你是不是在北京啊 当然啊 那你在北京发展 你还得学北京话 学北京话 您先来来 北京话 北京话呢 就是底细主的特点 一个是它是 冲俗语懂 扎不溜翠 你看 要不咱们就这么着吧 要不咱们就那么着吧 你先把这句说了 要不咱们就那么着吧 这么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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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普通话来翻译 就要不咱们就这样 要不就那样 说快点 要不咱们就这么着吧 要不就那么着吧 来 我一直觉得 你要学表演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刷速度比较慢 是啊 你快点说话 要不要不 那这样 要不要不 大头话这是 行吧老师 这样 这样 咱们坐下来 坐下来 我得好 小时候有时候 我们经常说 这件事本来想这样做 或者那样做 那咱们就是 要不咱们就这么着吧 要不咱们就那么着吧 说快点 要不咱们就那么着吧 要不咱们就这么着吧 要不咱们就这么着吧 要不咱们就那么着吧 你说一下 来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要不咱们真的这么着吧 这基本可以 有点这意思了 还可以 这时要过台词这一关 太难了 您再教他点 简单点的 北京话 有个多点 就是说 北京话说 他舌头特别短 谁舌头特别短 这一步的全是北京人呢 我短的意思就不变 舌头短特别灵活 你长舌头就是大舌头 你这样说 你那大舌头 舌头太长了 舌头就一短一灵巧 怎么就短一截呢 怎么说话就短一截呢 我听听 就是说 咱们今天那个懒男奶 就是说 周迅特别漂亮 就是说 她的头也好看 就是说 她的衣服好看 她的个头也好看 就是说 她怎么都好看 这倒是地道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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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啊 行啊 我还是算有物性的吧 特别有物性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你特棒 就是说你特棒 对了 行吗 对 孩子这一关 你觉得这老师怎么样 我跟你说了 个子 对 对 眼睛 明白 懂我的意思 我特别懂 我特别懂 干脆着 那个 那个 他探不起我 没有 没有 他一定要找一个 比他个高的老师 最长的 最起码是年轻的 小鲜肉 是吧 没事 我跟您学啊 对 我 我下星期跟您学啊 您慢走啊 你慢走啊 我给你换一个 我给你换一个 我给你换年轻的 我跟你说 有一个年轻的 听着名字就好听 叫吉星 很期待 对吧 你看这个名字 吉星高照啊 而且最近在研究高科技呢 是吗 听说他研制一个叫什么时光机的东西 我现在打电话 哎 吉星啊 喂 啊 我是满堂彩啊 你在哪呢 时光机里 我是最帅的 二手科学家 超级星 今天 我要在满堂彩 为大家展示一项 重大的发明 这个发明 想看的有多少 准备好你们的小心脏吧 来吧 来吧 这 就是极星时光机 如果有这个时光机啊 你将会回到过去 穿越未来 朋友们 不要眨你们的眼睛 极星时光机 马上出奇迹 我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这是我上学的地方 听到这个音乐 广播体操 原地卡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次运动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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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小明 我这就是传说中的小红 我专业成功了 说到这个小明 我真的很感激他 他是我的大救星 每次到考试的时候 我总是要借鉴他的试卷 才成功地摆脱了倒数第一的罪名 干什么玩意儿 其实我是完全可以考第一的 是因为我这个人抄得太投入了 把他的名字也抄上了 所以这个人就是点贝 干啥呢小明 我看出来了 小明 你还是回到课本里去吧 还来慢慢进入 快进 小明跟我关系不太好 还是小红 小红 我可喜欢你了 今天我要向你请诉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也想过去 小红 小红 别别打了 给乐一个呗 小红啊 你也回到课本里去吧 这小红啊 跟我小时候一样淘气 就跟小女汉子一样 我们那时候啊 就不知道从哪来的这种胆量 别人还给我们起了个外号 就是他叫人来封 我叫随时封 我们俩封的程度啊 就说一个吧 爬树 爬树我们不爬到最高 是不罢休 结果有一天我们爬得太高了 下不来了 多亏村长带头跌罗汉啊 把我们给抱下来了 结果村长 他也下不来了 这都不算什么 要真正淘气的 还是属小民 这小民跟我淘气起来 自从我们看过那个地雷战嘛 我们俩好奇 就买了很多颠炮 把那个引线拉得很长很长很长 然后埋在那个村口啊 凡是我们看着不顺的人 我们是看谁炸谁 也真巧 那村长刚喝完酒回来 晃晃悠悠 晃悠悠就走得到了 我看了这个形式啊 我跟小民使了个眼色 啪啪啪啪啪啪啪 结果炸得我们村长满头冒烟啊 吓得我们直接奔跑啊 村长狂追一直追到我家 追到我家 连哭带喊的 见到我爸 我爸当时知道情况之后 脸都下绿了 村长 炸疼了吧 疼我不怕 关键的 炸到牛笨上了 说孩子淘气啊 你有时挡都挡不住啊 但是你有时淘气啊 他还给人带来福利啊 我们有一次三个人商量 到那个打卖场 堆得跟山一样 那个草舵里面去尝猫猫 你猜我们怎么尝啊 开始我很奇怪 我怎么尝 他们这个小红小明啊 就能找到我 后来我一看发现问题了 原来我总是在草舵的外面尝啊 要是人聪明起来啊 那挡都挡不住 我就后来尝到那个草舵的里边 里边你们知道吗 这是八草 鬼灯跑 狗跑不要 我尝到里边 我心里当时在里边想 这下你们找不到我了呢 过了很长时间 真的找不到我了 但是 我也找不到他们了 结果我后来听说 小明小红啊 知道我找不到我 就直接奔跑的 跑到我家 找到我爸 结果你猜我爸在干嘛 他在喝酒 然后我小明小红 哎 说说说说说 不好了不好了 提醒走丢了 走丢了 丢了 丢了就对了 反正他丢了也不是这一回了 你刚刚说什么 丢了 来 拿我的三骨茶来 我爸一看现场所有人在八草在找我了 你看我爸多心疼我 直接拿三骨茶 鸡心在哪里呀 鸡心在哪里 鸡心 就要在这里 直接把我挑起来 挑完之后 我爸就说 臭小子 让你钻 让你钻 把我直接绑到那个大麦窗里边 跟个稻草人一下 这福利就来了 我这么一绑嘛 嘿 鸟也不来了 老鼠也不来了 后来村长激动的就送了个井旗给我爸 哎呀 还是让你儿子继续这样绑嘛 因为这样绑完了呢 我们这个庄稼会越来越丰收的好 这样我送了一个井旗 叫白天多亏潮鸡心 晚上全靠猫头鹰 谢谢大家 感受了我快乐的童年 今天我要在这里送给大家一首歌 让我们所有的朋友 都来共同回味 我们快乐的童年 吃糖便 一种树上 只料在深深叫的夏天 潮藏片的鞦韆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是一分别 孩子平民 只让他写个不停 等待着夏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 年又一年 盼望着长大童年 刚才看这一段的时候 这个江阳咯咯咯咯咯咯咯笑半天 你是特喜欢话剧是吧 对 那我觉得你真的是找对人了 吉星上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表演很强 动作很强 肢体很强 可能没有达到你的高度 但是我觉得浓缩的全都是精华 是 非常不错 太会夸人了 你说是不是 对呀 你知道吗 江阳你肯定认识 是一位特别棒的歌手 我唱那个 你我的宠 他的声音很浑厚 而且一个女人发出这种声音 真的很难得 是吧 难得你 太了解了 他叫江阳佐马 对呀 我叫江温吉星 看到你我江温了 是吧 谢谢 冷静一下 因为现在确实需要一个冷静的时候 对 他想成为一个像你这样 能够在舞台上表演小品的演员 你觉得他应该从哪儿可以开始 他唱歌呢 平时是很近的 对 特别爱 永远是保持那种姿态 对对对 小品 喜剧 就得夸张 其实我长得就一点不好笑 你长得也很漂亮 就要让观众感觉到 你长得跟别人不一样的感觉 他就好玩了 或眼神 你画这样 这样吧 我们来借用道具 可以来弥补你的表演 哦 真的 来来来 你比如你唱那个走天涯 你要是如果中间 加个乐器表演 马上观众会不一样的感觉 你知道 二胡 能想象得到 是吧 是 是吧 拿这个二胡 你一定要给人感觉一种 我是大师级别的 就他这样教我 算了 那行 那老师 你来 老师应该比我强 拿来 你真的要来吗 你难道是天生喜剧吗 哇 好有份哦 你这个特别像那个 他连他自己歌都不会拉了 你看行吗 但是真的有喜感呢 自己的歌都跑掉了 我教你一个表演 这个表演 史上绝对没有女孩子去演过 靠谱 你一演就火 尤其是马上什么年 猴年 你们看出来 我犯猴像吗 我还真的有点猴像 满堂采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欺骗大圣 我没有说为难降腰 我是觉得降腰如果要是一个女孩子降 他要是能耍出那种小棒子 然后再这样 马上全国人民一看 这女孩子不光 这声音出来这么震撼 难道是表演出奇啊 天哪 你演出来是只猴 他演出来是个星星 没有啊 你见过这么大的猴吗 没有姐 顺姐 你可以让他做的动作稍微优柔一点吗 你跟别人说 母猴啊 你们闹指甲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你马上就明显的 这就是什么 女齐天大圣 降降着马 隆重登场 我觉得我一个女孩子不太适合演这个表演 我也觉得不太适合 要不这样 那我先 我先撤了 我先撤了 你走 你把支票你得留下来 我交了半天 你好话也表示一下 我觉得你确实没有抓住他的脉 你叫一个降阳桌马 一个比女人还高的女人 演猴像话吗 我是想让他已经很火了吗 谢谢 我给你再找一个 这个你一定喜欢 他经常参加各种比赛 我打个电话问他干嘛 小陈 你干嘛呢 比赛呢 什么比赛啊 巧了 乒乓球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乒乓球争霸赛 那今天的乒乓球争霸赛应该说是众星云集 会计了国内外顶级的乒乓球运动员 那在今天的赛场上 他们将角逐世界乒乓球 唯一一枚重量级的金牌 那今天呢 大家非常有幸观看到的是 男子混合双打的乒乓球比赛 那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请出双方的运动员代表 那今天的男子双打 一方的代表就是张霄和豪宅邦 是的 我们看到了身着红色运动服的就是世界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张霄 而在他身旁 与他搭档合作的也是非常业余的一个乒乓球运动员 今天的专业和粤鱼强强联合 必将角动全场 好的 在正式比赛之前 你们两个呢 可以先进行个简短的热身 以便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呢 发挥的更好 来 可以开始热身了 张霄 OK 简单的热身没问题 非常棒 非常棒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呢 张霄的这套动作呀 非常的沉稳 可见 今天的比赛 他有十足的把握 好的 张霄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要不要给自己打打气 我们对方复制的 有十足的股肠 张霄 依旧使用的是标准的火星鱼 好的 比赛 马上开始 第一个环节呢 是发球的环节 好 张霄 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 对方发球 我忘了告诉你是对方发球 好的 张霄 你们做好准备 对方开始发球 好 对方发球准备 比赛 开始 我们看到对方呢 发出了一记呀 非常漂亮的回旋球 张霄和侯震鹏呢 也在井然有序地 回击着对方 是的 好 看到得分了 得分了 太棒了 非常的好 对 对方得分了 没错 对方得分 你们要再接再厉 好 比赛继续进行 接下来是张霄 发球 可以开始发球 张霄发出一记漂亮的回旋球 好 对方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知识还击 张霄大力扣上 好的 终于得分了 得分了 太棒了 张霄 没错 就是你得分了 现在厂商的比分 现在厂商的比分是对方48分 张霄一分 你还输着呢 张霄要再接再厉 什么 是的 我们的导播告诉我 现场有一万热爱张霄的观众正在欢呼 让我听到你的欢呼 好不好 对 好 非常棒 对 那么应该说的 今天呢 来到现场的除了热爱他的观众以外 什么 等等 我听懂 张霄 你的父母也来到了现场 好 我们看到 这就是张霄的爸妈 张霄 我为你有这么年轻的爸爸妈妈感到骄傲和得好 我也为你们两个能有这么这样的儿子感到遗憾 去 来 你可以跟你爸妈打个招呼吗 跟你爸妈打个招呼好吗 来 去吧 就在圆桌上坐着 来 跟你妈妈来个拥抱好不好 来 来 谢谢爸妈 好 我们的比赛的继续进行 我们 什么 除了张霄的爸妈以外 还有张霄的女友也来到了现场是吗 我们众所周知 张霄在工作之余 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顾佳 在第一次恋爱结束之后 张霄也找到了一个现在非常中意的女友 张霄的女友在 我觉得这个姑娘你跟张霄还真有夫妻相 张霄 女朋友在这 你看张霄的有点不自然了 你跟女友打个招呼 来个拥抱 哪呢 在那在那 你看 跟你爸妈坐在一桌 好 来了一个绯闻 好 我们继续比赛 好吧 什么 我们导播还告诉一个好消息 说除了张霄的女友 张霄与前妻的那个女儿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是吗 我们知道张霄的对女儿的热爱呢 是无法来形容的 哇 我今天惊喜的发现张霄的爸爸妈妈妻子和女儿一边大 张霄的女儿呢 因为呢也已经长大成人 一直呢在进行一段秘密的恋爱 我知道张霄对女儿非常疼爱 是坚决不答应女儿恋爱的 什么 那个和张霄女儿秘密恋爱的 张霄并不满意的人也在现场 他究竟是谁 他是谁 他打 没事 剑子在这打了 打 没事 对 对 打他 打 就是他 没事 打 打他 你看看他 你露开 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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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乒乓球中霸赛就已经走到这里 下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不散 这日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是 江阳洲马认识吧 认识 认识 他现在有个愿望 他现在不仅要唱歌 唱歌 而且要演喜剧 太好了 这样 你呢跟着 因为我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女中阴的歌唱家 你性别是奶头 男的女中阴 所以呢我来唱 江阳子来接一接 先看看老师教的专业 来来来 那赶快赶快 我们先来 我开个唱 他教我唱歌 他教你唱歌 你跟着我 你打高大的 你教他唱歌 是 嘿 嘿 嘿 干啥 嘿 谁这么练声的 开开嗓 过来了 回来 再见 朋友们大家 好 您就下去吧 开嗓 别快点 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 我呢唱两句 江阳呢 跟着我 我先看我们俩 那个感觉站在一个吊点上 不在你没办法 看你只俩最好 对对对 来啊 泪滴的草原 我遇见 风吹草原的花 哇 真棒 菜碟纷飞 一半一鸟儿唱 一半的水 已尽完 剑 练 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 赴坠绿草边的花 彩蝶纷飞白鸟旁 一碗的水外乡 一 一秒后悔 一心腹肌 春光万里 美如花 好 江央飞行的歌曲 它有一点清高 它得像广大流行歌曲 它得接驳 它得有连唱带跳的东西 你让它连唱带跳吗 它就活了 又有效果 大家又喜欢 它就活了 你来之前吃什么了 我真的一会儿女的连唱带跳 你找你 你给江央示范一个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不知道你在为了什么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觉得这个还不行 那就歪唱 老歌儿新唱 怎么能让它的歌声当中带有我们幽默的成分 你看啊 相声当中咱有这老婆新说 老歌儿新唱 老歌儿新唱 我跟你唱一个啊 说请请我将离开你啊 请将眼角的泪射去 无关在此事在何时 我像大乐在矮 东西 还是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这也不成 我把那张霄叫 好嘞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接下来这个人 经常能出奇招 我觉得你得需要一点奇招 你知道我是能杀来了吧 我和爱的女朋友 我们两个语言好久在 人啊 我又来到了 对 趁着她还没到 爱嫌照想感觉 翠花 这是爱给你买的吉祥链 咱们说买了 不真是不诚恳不浪漫 得说送 对 再来一遍 翠花来的 你吓我一跳 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 你能杀了 按着不是灯没了吗 手里哪里杀呀 没杀 舍不舍 没杀 给人看看 不给 给不给 不给 猫病 就会说个猫病 翠花 那说今天是个啥日子 今天呀 今天是在俩 我想听你说 今天是咱俩结婚等纪的日子 按销 让你带上 按送一个小礼物再去等纪 咋样 小礼物 当当当当 呀 吉祥链 按销 秦叔给你带上 可浪漫 来来来 哎呀 我这个乖乖 按喜福就不是个人呢 说上来 那都是个甜咸女啊 真的 哪敢去你单位 不给你丢人吧 你说上来 你比按领导媳妇漂亮多了 行了 走吧 等会 咋了 你这脸上 咋让人给开发了 开发 就是让人给 吭了一口 不可能啊 不可能 走 好好照照 不是你看你这个人 他不可能的事吗 这个 这是个啥呀 别动 你很像小慧 所以证了你啊 我小慧杀嘴这个我 你说 这个嘴 到底是谁寝了 除了你寝的 你还能是谁寝的 杀 恩寝了 中了吧你 别动 别动 又咋了 别动 你干啥呀 咦 我里尿啊 这都逼上了两个罪大了 这哪是个人的罪啊 你说 这个罪 到底是谁寝了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这么大一张罪起了你一口 你都没感觉 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 肿了吧 别壮了 告诉你 今天这事不过说清楚 你就别想去登记 你看你还咋不去登记了你 不是啦 你冒病 你冒病 我冒病 我冒病还肿不肿 你租我一下 你别动不动 就罚这么大的脾气 你别生气 忠不忠啊 我那么不生气嘛 留宣主也留宣主 那想当初 咱俩刚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 俺在小孩边 勤了你一口 咦 你一本俩搞 俺问你 心里啥感觉 你说 这心里头呀 骂死死了 现在可好了 这么大一掌 嘴起了一口 你都没感觉了你 别动 不是有大了 咦 咋还有这么长一根头发呀 头发 还是个晃貌貌 你看你看你看 晃貌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还真有这么一个女的 啥 还真有个女了 你 刘宣主也刘宣主 今天我算是认识你 不是 你别揍我 你别拉我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听我跟你说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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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啥话说来 不是 你给我连个罪了 还不让我一个罪说 刘宣主也刘宣主 你还够一次传这种菌庄 行了 罪名 你 你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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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喜欢墙啊 你听我把话说完 中不中啊 今天早上 为了给你埋这个金箱链 一打糟 我就寂寂蒙蒙的抛去了商店 埋完了之后 我就寂寂蒙蒙的抛去了公共汽车站 别说了 我到了汽车站一看 地下有这么一个小宝宝 我走过去 捡起来 打开这么一看 哎呀 我这个乖乖 里边是个passport 说啥了 英文 反应 胡罩 除了胡罩 还有好多的美景 我想 丢包的人肯定很着急啊 于是我就跟着蹬 我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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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蹬蹬啥了 我蹬了一个女了 一个女了 一个金法碧烟的女了 只见她低着头 好像是在找东西 于是我就赏欠询问 经过调查核实 这个包就是她的 于是我就把这个包 换给了她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她很高兴 很激动 她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 3KU3KU3KU 我尔马城 那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 再后来 她就拿出了好多的美景 说要给我 那你要了 我能要吗 那你咋说 我说不要 俺们人民币还划不完你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 再后来 她就一巴 抱住了我 啥 抱住了你 嗯 暴力克金 暴力克金 能接着 再往下说 再往下 就是你看见的这个春意了 弄不好 就是她干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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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外国牛 多大了 嗨 啥外国牛啊 是个外国老太太 那 那恩不关 反正她亲了你一口 那大老 她还抱住你了 抱住大老 她还抱着客气 你信了 骂 不要 操嘴华通知 解于你今天这种表现 我要向你替死电一剑 第一 今天这个事 你没有经过认 你喝的调查喝失 你就要喝完拉刀 这充分说明了 你根本就不相信 按六拳柱对你的感情 第二 你是你不相信按六拳柱 你也得详细按身上 传的这身军装吧 第三 今天这个事 从正面看 那是个坏事情 从侧面看 那是个好事情 让你充分的认识到了 作为一名军人的妻子 很难 一万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希望您能 极快地成熟起来 一次 万了 毛病 人知道人有毛病 人还不成熟 那你今天 不给俺去等级了 我也没说不去等级 你看你刚才厉害的那个样 要把你吃了不中 翠华 我这不是着急跟你解释吗 俺知道 俺显了你很多 你放心 俺以后要好好地爱你了 真的 你还不相信我 就是不相信你 还能不相信你身上这身军装 俺媳妇成熟得可快了 毛病 行了 哎 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真来不生气了 哎呀 毛病 行了 走吧 等会儿 不又干啥呀 把你的脸 给人转过去 可麻烦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刚才已经听了半天了 冲冲老师 我觉得 要说找老师我最符合 为什么呢 首先你有三个条件 对不对 第一个 个儿得高 对 我一米八 哎呦 真的 第二 第二 腿得长 我一米八 腿 你先全腿 是吧 最主要的一点 您要求眼特别大 您看我这俩大眼 哎 真的 是吧 在刚才那些人当中 你这眼睛算是大的吗 我也说我这个 应该条件完全符合 哦 真的 我也觉得可以 把其他人就给踏死了 就跟刚才上来的一个一个 比综合条件来说 目前为止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 我最满意的 你看 那你什么 会什么曲衣裳的绝活 可以让他学学呢 可以啊 刚才这个 周金老师已经说了 我 我是曲演员 相声 小品 山东快书 快板 都都行 这么着吧 今天我来一个 我来一个是人不会的 不是 我来一个是一般人不会的 这个叫 叫做鸳鸯板 鸳鸯板 鸳鸯板 对 这是山东快书的 一个季节乐器 对 两块 两块小板 我 我来 我来一下 您来了 来那么两句啊 你该鼓的就鼓 没事 咸咽碎鱼 不要讲 表一表 英雄浩瀚乌尔浪 那吴怂 血圈 到过少林死 功夫练到了把念上 这一天勿怂把架降 赐别了 宋奖 拆记 而为浩瀚 把那包袱 背到了肩膀上 手里拿着 一跳勺棒 这么拿到 奏谎 掌 可以鼓掌了 太鼓掌了 这段那么难 你学的会吗 我是不会 但是我挺羡慕他的 非常不错 而且他是岛口 对 山东话的岛口 但是我总觉得 离我想要的 许姬小平 有点远 有点远 这段对于他来说 太难了 谢谢了 谢谢 再次谢谢 我发现我的问题了 我觉得应该找你 本民族的人来教你 他叫冬猪 冬猪啊 啊 对 我是 你在哪呢 他在藏窘团 湖中 藏区的风景就是好啊 哎 尤其是这儿 我连续看了四遍 我一点都没烦 现在可以证明 我迷路了 哎呀 谁能救救我 喂 是救援队吗 我迷路了 啊 啊 我在哪儿是吗 我想知道在哪儿 给你打什么求救电话呀 哎 哎 啊 找个高地 这已经很高了 海拔四千五百米了 啊 啊 这高点呐 哎 哎 再高 就只能上 朱姆拉玛峰了 你们快来救我 喂 手机还没电了 多远点 我可不怕你 我跟你说 哎 我手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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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紧张 还想上厕所 哎呀 要不 我就 随便方便了 不行 我是个文明的人 哎呀 稳住 别焦急 我学过荒野求生 对 野兽 野兽的脚印 就能找到水 找到水 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我太聪明了 哈哈 野兽 哦 野兽的脚印 哦 野兽 哦 脚印 啊 野猪的脚印 刚流下来的 野兽 哎 这是什么脚印啊 嘿 啊 啊 野猪 啊 人 人 哎 大哥 啊 你 你在这干嘛呢 我省口丢了 那你呢 我丢了 你丢了 嗯 我把我自己弄丢了 哈哈 哎呦 我是特别理解呀 你看我们家丢省口了 我都这么着急 嗯 你们家丢人了 家里人肯定更着急嘛 我现在特别想回家 哎 哎 兄弟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啊 我这个高原生冷 我运动运动 啊 对对对 冷了这么运动就会暖和 哎 我跟你说啊 你跳舞 哎 跳舞就暖和的就更快 你看看 哎 你跳完了 我带你一块跳 来来来来 东边的草地上要在拉扫 姑娘人在我们在拉扫 姑娘人在我 嘿 怎么不跳了呢 已经好了 什么快就暖和了 对 大哥 啊 哎 你能带我找到下山的路吗 没问题啊 哎 对 你这样高兴一点 我就带你出去 你带我出去 对对对 哎呦 谢谢你啊 走 真的我 来 哎 兄弟 啊 你来看 你来看这个 怎么了 这是脏红花 啊 哎呀 可以吃的 哎呀 饿死我了 要用夹制相当高 女同志吃了更加厚 嘿 我跟你说 我们这边好东西可多呀 是吗 哈哈 哎呀 嘿 兄弟 你来来来来 你看这个 啊 这就是冻虫下草 哎呦 大博啊 哎 哎 兄弟 你来来来来 你看这片蘑菇 哎呀 有毒的 哎 你怎么了吗 中毒了 你吃了 别别别 别害怕 别着急 吐出来就好了 吐出来就好了 吐出来 吃吃 这不就吐出来了 大哥 谢谢你救了我 哎呦 没关系 我用这种方法救了很多人呐 你现在吐出来就好了吧 现在胃好了 肚子又疼了 肚子没关系 肚子就好 谢谢你啊 哎呀 哎兄弟啊 你到我们藏区你感觉我们这种风筋怎么样啊 太好了 就容易跑丢啊 多来几趟就没关系了 对对对 哎 啊 这个地方 你就不能乱走了 哎 什么意思啊 你得跳过去 我 怎么跳啊 呃 呃 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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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加野兽的 所以你得 饶着走嘛 你也没说呀 哎呀 你看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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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哎 好好 来 谢谢大哥 谢谢 不用谢 啊 啊 啊 好好 哎呦 哎呦 我看这 我溜血了 哎 药 包里有药啊 哦 好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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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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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是不是坏了 坏了 这个东西 哎哎哎哎 啊 大哥 玩够了吗 要不直接锯了吧 哎 锯了就可心了嘛 哎 哎 哎 你刚才为什么不拿出来呀 刚才来不及呀 根本正玩着嘛 啊 快锯了 你起来 来来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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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什么什么意思啊 啊 哎 哎 飞机 啊 救我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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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啊 哈哈 哎 哎 他在这里 挺好的 别瞎喊 就剩最后也可以了 你干嘛 生日才乐 兄弟 过生日你哭什么嘛 哎 我回不了家了 哎呀 你放心 今天呢 去我们家 和秦柯丘吃手抓肉 真的 明天我送你走 太好了 嘿嘿 你放心吧 哎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台上 能够看到人间动主老师 关键是他也想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 有语言类节目天赋的一位演员 看行不行 我觉得呢 你 首先呢 咱们认识以后 你这跟我学 从口气出发 咱们有一技之长就好办了 是不是 哎 我感觉我也希望了 真的 都跟音乐有关 对 您教他讲什么 我就给您教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 B-Best 事又进山了吗 叫猪圈里呢 这个是非常简单 咱们青藏高原冷啊 伤部都是个冷 冷了以后感冒 怎么办 感冒就会咳嗽 咳嗽严重以后 再一擦鼻子就全有了 对了 全是鼻涕 谢谢 这个好难哦 你可以试一试 找着感觉 把它放在喉咚下面 我咳嗽声的 现在刚可能 鼓 好多了 有了 这真感冒了 我建议这样 因为有时候你演出的时候 观众特别喜欢听你的歌 是吧 如果你要把东珠带着它配合你 尝试一下加Bboss 这样效果 我觉得这个可以 来来来 一捧一动 一捧一动 你看是不是这意思 你随便唱 它给你打节拍 用Bboss伴奏 你有一颗花的名字 美丽姑娘多麻烂 你有一颗花的笑容 美丽姑娘多麻烂 你像一只自由的笑容 歌唱在那草原上 你像春天飞舞的彩蝶 也闪瘦在那花丛中 啊 多么草原上的夜参观 你把歌声献给雪山 你把歌声献给雪山 洋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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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给你找到两位臭鼓的老师 首先Bbox跟你的搭配搭到音乐上的配合很好 对 还有诗上 沐浴一新 他的歌声很悠扬 你的又很时尚 所以加在一起很棒 好了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实践一下 可以 对 除了这两位之外 有一个养老院 里面有很多高人 我们去跟他们也可以讨笑一番 好不好 可以 来 咱们一起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啊 做个自我介绍 本人名叫张小曼 劳动致富 成了模范 为了回报社会 做贡献 创办了这个 孝满养老院 让周边社区里的老人们啊 好好的安度晚年 笑声不断 这么 翻进来的老人是越来越多 有不少还是单身的汉 为了给他们找到另一半 我决定 模仿那电视台的相亲节目 给他们牵红线 下面我宣布 孝满养老院自制相亲节目 战事开始 掌声有请我们美丽的单身宅女 李奶奶 闪亮登场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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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奶奶哎呦 李小曼你啊哎呦 哎呦哎呦 没事没事没事孩子没事 我这小小年纪的我摔一跤没事 李奶奶您这还小小年纪呢 呦我小的呢 您多大呀 我刚二十四啊 呃 差二十四年整一百 嗨 您直接说七十六不得了 像我呀平时都不敢出来 为什么呀 家里管得太严了 哦 家长不让我往外跑啊 这不咱们这搞这相亲大会啊 我心里边高兴 高兴 我趁着我妈上我姥姥家看我姥姥的时候 我偷着溜出来的 我 你这可真能开玩笑啊啊 怎么叫开玩笑呢 咱们这不就是校满养老院吗 是 老年人就得图个高兴不是 图高兴 说得对 哎哎 什么啊 我问你个正经事啊 说 今儿你给我介绍这老头什么条件呢 嗨 你想要什么条件的呀 呦 我都这岁数了 我还能要什么条件的呀 不能像年轻人时候那么挑了 哎 但是有一点啊 怎么着 人一定要好 那肯定的 不能朝三暮四的 一定 不能只注重我美丽的外表 而忽略了我纯洁的心灵 嗨 现在有老头看的眼神 哎呦呦行了行了行了 不是不是 那个 李奶奶 别着急啊 您先去嘉宾席 马上就能看见了 真有点小激动的 慢点啊 接下来我们掌声 有请我们的男嘉宾 代爷爷 闪亮登场 大朋友小朋友 老朋友新朋友 大家好啊 北人八十五道 中国东北制造 身高一米七八 平时的爱说爱笑 部队干部理秀 政治绝对可靠 身体非常 身体非常硬朗 基本不用打针吃药 这男嘉宾还挺幽默啊 小头挺逗的 我呀 就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就那汽车看见我 那都得抱开 那好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男嘉宾跟女嘉宾 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 爱之初体验 哎呦 哎 停 呦呦 李奶奶 你可慢点吧 打住吧 不是 我说你们二位 是相亲的 还是比武呀 孩子 这你就不懂了吗 啊 一般咱们高手见面 得先了解一下套路 然后再出手 以免伤着对方 我这个呀 叫无招胜有招 我呀就要先用冬天的这个菠菜 我扶过他 哎呀不是 行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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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奶奶 不是 那咱也得说说条件呀 还说条件呢 那这样 女士优先 您先说 我这条件还用说吗 这不显而易见吗 你现在农村年年都丰收 家家户户都有楼 钱花不出去 我是值犯愁 这带领村民致富 我领头 就这么说了 谁要是娶了我 那就相当于开了一个农业银行 哦耶 我 那我也不照他擦呀 啊 我这门口战事警卫 看病医疗免费 平时坐车不累 每年还看春节联欢晚会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谁要是嫁给我 那就相当于上了一辈子 燃收保险 好嘛 哦耶 那城里边环境污染 那村子里边空气新鲜 那是 吃的是绿色食品 我住的是绿瓦青砖 这么跟你说丫头 就我们家那套房子 你都不知道有多宽 有多宽 一室 八位 哦耶 好嘛 那你呢 待遇也赶不上我 我的林修干部这工丝 那是年年长 就跟大城市的楼架一样 他长 咱们就长 哎 他要闹 咱们还长 哦耶 行了 行了 那我养这些女儿 别说了 你们家条件都那么好 怎么还来养老院啊 不就是因为一个人待着寂寞 找几个伙伴过日子 开心不是 你这话呀 真说到点上了 就是 所以我相亲的口号 那就是 我宁愿看别人坐在宝马车里哭 我也得坐在三轮车上笑 嗨 那你说那不对 你别看你有钱 你得有文化 没有文化 白扯 也是 哎呦 老代呀 你还跟我提文化呢 提文化你可比不过我 怎么的 我现在是我们乡老年大学 再读博士后 哎呦 厉害 现在像我这样高学历的大龙完美圣女 那就是白天筹论文 晚上筹嫁人 跟你说 女人哪 不在寂寞中恋爱 就在寂寞中变态呀 所以小张啊 你这个事情你得抓紧 停停停停停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跟你说 他虽然比我有钱 文化比我高 但是 我有一颗 我有一颗勇敢的心 想当年 我那扛过枪 干过让 敌人都上过我这档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杨文爷 看着我 都得尿炕 怎么的 配不上你呀 小样 哎呦 老代 说你胖 你还喘上了 听听他朋友 怎么说他的 好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爱之再体验 有请二位 好 请二位做个自我介绍 我先说 我先说 自我介绍一下 我呀 跟老代 我们是老战友了 我是老董 老代这个人哪 就一个字 特别好 这是一个字吗 老董 不是大妹子 你是不知道啊 老代那故事多了去了 是吗 这你都不知道 这我得好好给你讲讲 你跟我说说 那在战争期间 我能活下来 那多亏了他呀 就那次 老代那个脚啊 那可真是不得了 哎呦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之后 三天三夜 那是没石没水呀 您瞧瞧 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怎么着 就得说是老代 脱鞋 扒袜子 扔向敌人 再看着敌人 跟发了风似的往回跑啊 老代呀 您那是脚啊 是袜子 也是毒气蛋的你 不是老董 你在这说啥呢 过一遍 大妹子 你别碰我啊你 大妹子 你可别听她瞎板 离我远点 咱们俩打仗的时候 那属于搭板着 总跟我俩作对 这不吗 接着看我乡亲 他演气 来捣乱来了 我跟你说大妹人 就我那脚要是毒气蛋 老董那脚 那就是原子蛋 大爷呀 您冷静冷静啊 您先回到自己位置啊 好 别着急 别上火啊 为了公平起见啊 我们再看一看 大爷爷的另一位朋友 对他的评价 我和我哥呀 打小就是青梅竹马 都说我们俩有夫妻像 你看 大伙说像不像 像 可是后来呢 他就参加了解放军 临走的那天晚上 这都不说了 解放以后啊 他又回来找我 可是后来他又参加了志愿军 临走的那天晚上 怎么说 这都不说了 本来以为他牺牲了 我就打算结婚了 结婚那天他又回来了 结果那天晚上啊 怎么着 这都不说了 你这不老不正经吗 老大爷你 大妹呢 大妹呢 你就都说了得了吧 葬院长啊 你找的这是啥人呢 这是匹友团 还是来拆台来了 你是哪伙的 你说老大你还急了 咱们不是笑满养老院吗 这是我们上了好了 逗你呢 啊 大伙都逗你玩呢 开玩笑呢 对啊 是啊 其实啊 老大 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俩早就跟我说过了 我早就知道了 啊 您都知道啊 当然了 那您的意思是 我都想好了 啊 就这老小子呀 嗯 是真不错呀 好人 得了 我也不绷着了啊 嗯 就像电影里边说的 嗯 就像 这个爱情啊 如果是场游戏 嗯 这感情是个错误 怎么着 我们俩呀 就玩个僵错就错了 太好了 老大 这事有意 下面啊 我宣布 笑满养老院 特别节目 四五配 成功 请二位牵手 向观众请 牵手 来来来来 来吧 牵手 牵手 我都不认识你是谁了 江洋舟马 你第一次演笑 我是你马奶奶 你是我马奶奶 我看到了你八十岁的样子 真的 谢谢 希望八十岁你还能在舞台上 好 给大家带来美好 好不好 谢谢你的祈愿 谢谢 你看江洋一直拖着个背 只要戴上这个头套 画上这个皱纹 她就是一个八十岁的奶奶 真的 各方面的表演都特别细腻 掌声鼓励一下 你们今后又有新搭档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没法 哎呀 那怎么样 你的梦想可以成真了吗 可以了 今后我们一起去演出 一起去 拍好的作品 对 竹心姐 嗯 那这个支票啊 就归您了 这支票归我了吗 对啊 归您了 我可以拆了是吧 可以 啊 你看 你看看 看好啊 大伙 你不是说这让我写的吗 你百千万都写上零了 我就从个时开始写是吧 对对我就这意思 就十块钱呗 对呀 你满意吗 十块钱也是钱呐 十块钱也能买辆车呀 我用十块钱给儿子买辆玩具车呀 好 我们家也算是有车一足了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快乐哦 别忘了 我爱满堂彩 快乐 滚滚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爱唱唱 开火就会乐呵 好 我演唱会 李玲日为歌唱 口循嘉宾搭档 又是个 各路高人应声来动 进展机会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带你 风格多姿多惨 你怎么这么远 套路五花八门 哎哎哎 翻飞 你老公干什么 这什么意思 究竟神龙胜抽 请请关注 我爱满堂彩 最佳搭档